漂流木做成的小提琴 音色一点也不输给进口的小提琴 还有哪些创意的工艺作品 带您到张华去看 清脆琴音响彻专摇场 手上的小提琴材料来自嘉义和平社区的 漂流木加上松木制作而成 声音一点也不输进口琴 以工艺结合音乐成为社区亮点 摩托尔身上穿的甚至是包包等配件 全部是社区职工 利用染池技术所创作出来的作品 利用走秀方式展现社区工艺创作 走进隧道窑让摄影作品 有不一样的展现形式 体验社区的工艺的一些 就是在地深耕的文化 他觉得很棒 很新奇的体验这样子 成果展的作品来自全台45个社区 像是陶艺作品 染汁工艺创作 编织艺术品 或是专窑创意作品 工艺品琳琅满目 六年来我们感受到社区 从一个初阶然后养成到现在今天的成果 不管说从陶艺竹编令草 还有一些释然茶染 非常的多元 希望未来有更多的社区来加入 让我们国家的工艺工业能够更发展 透过全台45个社区工艺品大会师 除了可以相互交流社区发展经验 水保局更希望让这些工艺品能够商品化 为社区注入活水 进而带动地方繁荣